各位同学 我们这一节就来研究一下 芒果DB的杀定技术 它是个什么技术呢 现在不是大数据时代了吗 你别管这东西有用没用 是真是假 我也不去管它为什么这么热 但是现在 咱们数据库的一个数据量 真的是比以前要大太多了 那如果我们有个极异条数据 在这个芒果DB的instance里 它怎么都会产生一些问题 因为咱们前面也讲过了 芒果DB使用内存映射文件 你这数据量大 这内存映射文件的size就比较大 那你把它映射到内存中 就会产生频繁的一个page fault 或者说就会产生夜交换 怎么办 我们上一节学的是replication 那虽然我们也可能会 你引入了很多server 但是其实呢 不解决问这个问题 因为你有一条数据 你做replication 那每个replication的instance 大家都保持一一条 谁也少不了 那我们这个杀定技术就是说 你真有个一条记录 我把它分到 每一个sher这里 比如说现在我有四个sher的 这是一个sher的 那我把这一条数据往这四个平均一分 每个里边放2500万条 那对于一个sher来说 它数据量不就小了吗 对不对 但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了 你这么一分 怎么来查询 而且你这个数据怎么来分配 那芒果db呢 它是提供了一整套架构 它有一个东西叫芒果s 这个也有叫router 这个可以多个 你可以有多个芒果s 在这里都可以 然后你的这个应用程序其实就 或者说我们的application server 就访问这芒果s 然后呢 你的查询呢 芒果db这个芒果s会把它广播到 每一个shutter里 这好像是ok啊 对吧 那这个数据怎么分呢 你这查询是好办的 那这个每个shutter里 其实是一个小的trunk 有多有少 不一定是完全平均的 但是芒果db我尽量给你balance一下 每个trunk呢 大概放个64兆的数据 默认值我记得是64兆 它就有一个固定的大小 你这个可以配置 然后你有 比如说你有个 咱们就拿芒果db 咱麦子学院的学生来 来做这个例子吧 先讲一个最简单的一个 shutting的方法 就是按照range 咱们学生 学生年龄 好 那比如说0到25岁 然后 咱们这个 25到50 其实我 类似了 这其实无所谓 根据这个年龄范围 比如说你落在这个里边 还有一个这个配置文件 MetaData 它就这样 我在这个trunk里 你这里边看到某个数据 你映成到这个trunk里 根据这个 你某一个key 某一个field的这个值 这个value 然后呢 它的这个范围 通过这个范围 看它落到哪一个里边 就给它存到固定的一个trunk里去 那这个问题完了 那你 芒果DB怎么知道哪个是哪 那芒果DB还有一个 这边会 这个也是芒果S 它会搞一个这个 config server 当然如果针对生产环境 也可能是有多个 它建议三个config server 然后你这个芒果S呢 到这里边来拿 看我这个到底是怎么来 做这个siding的 然后呢 它就知道了 原来你这个东西在这 它就到具体的 这个siding里边 具体的这个tunk里边 去给你把这个数据给拿出来 那刚才我们讲的是 通过这个范围来 来拿 但是这个好处就是说 如果有一天 我们来查一个 比如说你年龄 在这个25到27的之间 这个学生 那容易了 就因为我们这里 就直接录到这个范围 然后这个范围对应哪些tunk 比如说它在这儿啊 那直接把这个查询 就分配给第二个这个siding 就好了 其他事都不用管 这个查询的效率是很高的 那前提是通过年龄来查询 你也不通过年龄来查询的话 那你还是要把这个查询的操作 给它广播到四个siding里 每个siding都要做操作 看看我有没有 那这个问题就在 它可能分布不均匀 比如说我们麦子学院没有 虽然我们活到老学到老 但是没有比75岁以上的 那个老年人来上麦子学院 那这不就空了吗 对不对 那可能造成我们这个分布的不平均 影响我们查询的各方面的效率 那有另外一个办法 我学过术语结构的 那就是采用这个 哈希的方式 用hash function 比如说你可以把名字 你转换成一个 你同意hash function 你把它转换成一个数字 然后你再跟一个某个数字 取一个余数 那你就知道它在哪一个tunc里了 但这就有一个问题 特别我们做这个 一些范围上的查询的时候 因为可能变成你本来相邻的数据 但它不在相邻的tunc里边 或者不在同一个tunc里边 这给你的查询略微会造成一些困扰 所以你就没法通过一个简单的关系 来得到一个映射 所以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会把这个 查询呢 广播到四个sad里边去 然后那还做一个查询 当然我们芒果DB 其实这个 这个配置还是挺麻烦的 如果你真的想用到一个产品环境下 那我这边下面呢 我给大家其实来介绍一下 我个人的一个 做一个配置的一个 最简单的一个情况 让大家感受一下 因为大家真的要到一个生产环境 还得结合实际的情况 做一个针对性的配置 咱们不能是这个照葫芦画瓢 说官网怎么做 或者说我怎么做 然后咱们你把这个也朝着 你的公司里的这个服务器来配置 那肯定要出问题的 那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 下一讲 我就来讲我们具体来怎么部署 一套芒果DB的杀定服务器 谢谢大家